接下來要講的是冰川的侵蝕單跟成績 第一個什麼叫冰川,冰川就是會動的冰 第一,為什麼會有冰,積選成冰 積選壓力,那一些事情,這個細節就不講 積選成冰,第二個為什麼會動,重力跟擠壓的結果 重力跟擠壓結果為什麼會動 所以冰川就是會動的冰,為什麼會有冰 積選成冰,第二個為什麼會動,重力跟擠壓 隨著地點的不同,分作大陸冰川跟山岳冰川 我們以後會再講一次,然後冰川移動非常的緩慢 每天數公分到數公尺,就古時候考慮一題 超級不要有題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冰川移動緩慢,每年數公分到數公尺 錯,不是每年,是每天,真的超不了 然後山岳就考過,也沒辦法,就是這樣子 每天很,比較緩慢,數公分到數公尺 冰川呢,是一個固體很硬,向前推動像挖土一樣 就挖出一塊,就會形成一個所謂的U型骨 這樣,你有看到一個U嗎? 沒有,有看到一個U嗎? 來,重點,要跟前面有一個要分別,前面那個叫做什麼? V型骨,前面這個叫做V型骨,V型鞋骨,V型鞋骨,V,V型鞋骨誰做的? 流水的向下侵蝕,我現在教的叫做U型骨,是冰川的侵蝕 我以前有一次考試,我想考U型骨,也老師不讓我考,他說課本沒有教,現在課本有教,現在課本有教 第一課課本沒有教,不重要,地理會教 我本來以為你們念北歐才念到,那他在裡面中歐就念到了 小灣,小灣,小灣就是U型骨,北歐的特殊地形 小灣,就是U型骨挖到海邊,冰川退掉,海水灌進來就會變成小灣 所以地科有沒有教重量,你地理有學,U型骨,U型骨,OK? 然後呢,冰川清洗,因為他很硬,然後很硬,然後像往前推,像爆刀一樣往前刮 所以會刮出一個光滑的體面,但是裡面有夾帶石頭之類的,會有一些刮痕 所以如果有一個光滑,但是有刮痕的體面,像這樣 光滑,但是有刮痕的體面,這一件事情我會講兩三次,原因,我有用 我有用,這個刮痕我有用,我有用,我有什麼用 因為這個刮痕可以表示冰川的走向,我站你的臉上 我是向下抓,還是向上抓,這痕跡會不一樣 你常來照的是我是向下抓,還是向上抓 所以這個刮痕可以表示冰川的走向,這一件事情我以後要用 所以我會講兩三次,它會形成一個光滑,但是有刮痕的體面 像這樣,像這樣,ok 另外這個是我多講的,你就看看就刷你的腳峰 冰川青石的山峰是有能有腳的,你看電影上,那些高山都長得這樣 有能有腳的,因為冰山像刀一樣,啪叉砍一刀,所以就有能有腳尖尖的 像我們這個陽明山,流水青石的,就被水樣子漫過去摸啊摸啊 都是圓圓的,圓圓的,有沒有 我們看到陽明山,圓圓的光滑的,不是那個有能有腳的 所以這叫做腳峰,冰川青石的山峰,是腳峰之尖銳 這是我多講的,你看一下就可以,課本並沒有,沒有 欣賞完就算,腳峰 這個叫做青石,然後呢,翻譯就不講了,然後就沉積 冰川呢,它就是往前,它是固體,然後硬的 所以東西扎下來呢,不管是一公斤的大石頭,還是一顆小沙子 通通都往前帶,帶帶帶帶,帶到冰川的前緣 然後開始融化之後,變成那個捲捲細流 就幾乎什麼都帶不走,於是趴它全部丟下來 請問你,它趴它全部丟下來,會不會有桃選?不會 所以冰川考選最差,那會不會分成我們大科在底下 小科在上面,也不會,所以它沒有成理 那這種東西叫做冰氣石,請不要念作冰基石 你如果念作冰基石,考試就會有人給我寫成成績的基 或者是那個基木的基石,冰氣石 叫冰氣石,所以它淘悬門差沒有成理 叫做冰川的成績物,這就是冰川的輕蝕跟成績 請記住,它會輕蝕出一個U型骨 請記住,它成績的東西叫做冰氣石 冰氣石,OK嗎?OK?